高您收看动漫热剧 雄伟 你胡说些什么 在朝天城广场 上官阁主曾说十八年前 天魔秘境被人打开过 因此而引发了混乱 如今我等进入秘境后 却毫无发现 上官阁主怎么解释 这 此乃天机盘前侧而出 我怎知晓 此外 这远古一计入口 亦是上官阁主发现 之前危机时刻 上官阁主就恰巧 没能布置出隔绝大阵 这又怎么解释 上官阁 你解释一下吧 此事我也不知 而且第一个发现入口的 是他无疆王朝的人 打开入口的 可是上官阁主你 血魔教到底 允诺你什么好处了 诸位 我上官阁的为人 难道大家还不相信吗 本少倒是有问题 要问问上官阁主 什么问题 本少想知道 你是如何同我大威 归原宗月宗主勾结的 什么月宗主 我根本没听说过 那为何月宗主 却说和你熟识 是你给了他 进入秘境的机会 好啊 上官陆 那月宗禅是血魔教之人 是无法进入秘境的 原来是你搞的鬼 上官陆 我等着是看错了你 我 好了 诸位不必紧张 上官阁主不是奸心 什么 他不是奸心 秦少侠 这事可开不得玩笑 其实我刚才之所以 询问上官阁主 就是为了找出 真正的奸细 如今奸细已经冒出 自然就无需试探了 秦少侠 有话直说 不必没关子 谁抓奸细最积极 谁自然就是奸细 秦少侠 你这是什么意思 行无威老祖 就不必掩饰了 先前这远古遗迹 应该就是你发现的吧 对 是我发现的没错 但打开入口的 却是上官阁主 打开遗迹并非什么难事 只是本少很好奇 阁下是怎么知道 我大为月冷禅宗主 是血魔教之人呢 这 这不是你说的吗 本少只说 月宗主和上官阁主勾结 可没说过 他是血魔教之人 秦少侠的确 不曾这么说过 对 阁下是没说过 但我等怀疑 上官阁主 是血魔教的奸细 这种情况下 我猜测月冷禅 是血魔教之人 有什么问题 你非这么说 那我也没办法 但是 阁下又是怎知 我大为归原宗宗主 名为月冷禅的 秦少侠先前 的确只说了月宗主 不曾说其名讳 你大为在朝天城 闹出如此动静 老夫自然对你大为 情况进行过打探 那归原宗乃是 大为最顶尖宗门 老夫知其宗主名讳 也不算什么吧 这个解释的确何情何理 既然阁下打探过 我大为情况 想来对我大为 三大宗门宗主名讳 都了如指掌吧 那也请阁下告知我 大为无极宗宗主 名讳是何 本少提醒一下 无极宗宗主 姓宜 我 说不出来吗 那我再问一个 现场有我大为 四大武王枪成 各个名气 都在月冷禅之上 阁下和他们 待了这么久 他们的名讳 你总该知晓吧 他 他们是刘泰 刘玄 玄 阁下和刘泰老祖 他们待了这么久 先前又说 仔细调查过我大为 这才对身为 血魔教之人的 月冷禅宗主 知晓得如此清楚 此刻就说不出 刘泰老祖 他们的名讳 信物为你 给我留